新年快乐 老师我们想好奇 这个新春开运法的新春 到底什么期间叫新春呢 这个新春呢 就是我们从年初一到年初十五 都是我们中国人传统过年时间 那么过年时间呢 最主要就是要穿戴的非常的喜气 而且呢近人就要说一些吉祥话 当然呢如果说你在新春期间 你做一些开运的动作 那么这样的福气 这样的好运呢 会延续一整年 老师那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母羊座 母羊座要到寺庙走村 可以接心才气 对 母羊座的朋友来讲 其实在2022年 非常重要就是要接引才气 那么接引才气要去哪里接引呢 当然到寺庙祈福 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 因为这个祈福呢 也是一种就是对神的一个敬拜 也是一种圣中追远的一种习俗 所以呢到寺庙走村 去这个摩肩擦肿一样 去擦一下这个新年的头箱 整体来讲对于求财会非常好 那第二个是金牛座 是要到银行换钞 可以接引才神 是的 在这个要接引才气 或接引才神 最好的方法呢 是到银行走走 那么很多这些银行呢 他们在过年期间 其实都有做一些换钞的服务 所以对金牛座的朋友来讲 如果说你想要接引才神的 一个才气的话 你可以到银行里面去换新钞 或者是说银行里面有的银水机 你可以带宝特瓶去接一下 接银行的柴水到家里面 家里面的大小朋友都可以喝 那么柴气充满一整年 做生意都会非常有精神 其实寺庙跟这个银行 是大家确实在过年的时候 蛮常去的地方 是可以尝试一下 再来是双子座 换双新鞋的话 可以有崭新人神 是的 有一个开运小密码 特别适合双子座的朋友 就是在青春期间 我建议大家换一双新鞋 新的鞋子它寓意就是 能走出新的道路 也有迈入新的人生的这种感觉 那么对于双子座朋友来讲 2022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起运的一年 那么你换一双新鞋 就代表是说 你在今年呢 条条大道都能够步入成功 那老师这个鞋子 有没有比如说什么颜色 款式 或者是它过年期间买几双 它才可以有比较好的运 其实我觉得大家 就看你自己的预算 或者说你看看你今年呢 收到多少的压岁钱了 那么如果说你收的比较多 多买一双新鞋也没有关系 那至于什么样的材质 什么样的颜色 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款式 其实就看自己的喜好就好 但是我建议大家 因为过年喜气一点 穿一点带金属颜色的 或者是红色的元素 其实都有比较喜气的效果 最主要是今年是虎年 所以你的鞋子上面 如果有老虎图腾的话 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 好 那下一个呢 是巨蟹座就是如果出门踏青的话 也可以做些开运的旅行 是 我们的巨蟹座朋友呢 在2022年你的新春期间呢 最重要就是出门踏青了 那个这个出门踏青呢 其实就是感受一下春天来临到 我们人间的这一份气息 那么呢 所谓的开运旅行 其实在过完年后的第一次旅行 我们都可以称为开运的旅行 所以我们鼓励巨蟹座朋友 即使呢 这个新春期间 可能人比较多 外面人比较这个庸涩 但是也不要阻止自己去 接受春天的这份好心情 祝福大家 对 虽然疫情的关系 好像不能到人多的地方 当然山上真的空气清新 也是蛮好的 是的 那再来是狮子座 狮子座是换双碗筷的话 可以食路不缺 是 这个对于狮子座朋友来讲 求财或者是工作稳定 是他们整年的一个 最重要的目标跟愿望 那么怎么样来去确保这个愿望 能够心想事成呢 建议大家在新春期间 你一定要用一副新的碗筷 千万不要家里面 已经破损的杯子 盘子 或是碗筷你还舍不得丢 建议大家在新春期间 换一副新的碗筷 其实就是寓意就是食路不缺 在新的年度呢 你的工作饭往能够确保 好 再来是处女座 处女座的话是这个 吃颗喜糖的话 可以幸福甜蜜 是的 对于处女座的朋友来讲 这个新春开运法是非常简单的 你只要吃一颗喜糖 就能够确定了 你在今年度呢 能够幸福又甜美 因为处女座朋友呢 2022年也是你的结婚年了 所以你要在结婚的 这个喜气的状况当中 如果能够吃到一下别人的喜糖 其实也是沾沾喜气的效果 那么如果说 没有朋友有喜糖的话 看看你能不能够在今年呢 收到别人的红包 收到红包以外 也可以收到别人的喜帖 那这其实都是一种喜唱加喜的效果 也能够帮助你在今年完成你的幸福美梦 如果去这个喜宴现场 没有吃喜糖 也可以抢一下捧花 感觉好像也不错 也是一个开运效果 非常好的方法 那下一个老师要帮我们讲的是 这个天平座 泡泡温泉的话 就可以有新的能量 是的 对于天平座的朋友来讲 新春期间毕竟是春天来临呢 天梯当中还是比较寒冷 那么在春天能够泡这个温泉的话 其实能够帮助身体的除湿了 那么天平座的朋友呢 泡温泉其实也是一种 换湿能量的一个效果 大家都知道泡温泉本身对自己的身体 也有这个比较有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效果 所以整体来讲呢 我觉得这个泡温泉接新的地气 也能够让你今年呢 做事情都能够顺风顺水 其实在这个春节期间真的蛮冷的 去泡个温泉暖和一下身子 是真的蛮好的 那再来是天蝎座 就是如果用花卉来开运的话 也可以满堂的新香 是的 这个花卉开运呢 非常适合天蝎座的朋友 新春期间呢 大家一定会在家里面 放一些这种比较应景的花卉 比如说兰花啦 或者是说这个水仙花啦 或者是说一些这种比较橘子花啊 就是结石累累的 这样的喜气的一些盆栽啊 那么这个花卉开运呢 就确保在今年呢 能够花开富贵哦 心想事成啊 而且呢很多的愿望跟梦想 都能够结石累累 确保今年能够大丰收啊 所以满世新香的这个花卉开运法啊 非常推荐给我们天蝎座的朋友 各色花卉 各色花卉 都非常适合在家里面使用 老师刚刚好像有讲到几种这个花种 可以帮我们讲一下 就是春节确实比较喜气的 是不是有一些比较代表性的 是的 尤其是我们的兰花 是家里面一定要放啊 因为兰花呢 它是蝴蝶兰 那蝴蝶呢 它其实就是 福气 叠字而来的意思 所以寓意非常好啊 所以蝴蝶兰呢 家里面是一定可以摆 那么水仙花也是比较应景的花卉 那么水仙花呢 它是一种芬芳 那么只要放了以后满是新香啊 还有一些就是大家喜欢的中国蓝 那么中国蓝呢 它是这种就是比较翠绿的感觉 就是欣赏它的叶子啊 所以呢 这进门见红见绿 代表说这一家人啊 都能够整年都能够生气盎然啊 再来是射手座 射手座是开运红包 记得要存入账户里 是的 我们在过年期间啊 除了跟长辈拜年以外 会得到一些红包啊 最主要在新春期间呢 有些老板呢 可能已经开工了 有人可能在初二就开工 有人初五开工 初七开工 初八开工 不管是哪个时间开工 整体来讲都是我们的大年新春期间啊 那么射手座的朋友 如果说你要希望新春开运的话 建议大家一定要去领一个开工红包 开工红包领到的话 建议大家可以去买一张彩券 试试手契以外 也可以存入你的银行账号啊 让你在新春期间 你的账号就已经添入富贵啊 整体来讲对求财非常有帮助 老师如果我们有领到开运红包啊 那比如说自己又想要有一些这种 开运法的话 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包红包 给自己啊 没有错 没有错 如果是说你觉得说 今年老板没有包这个开工红包给你 但是你自己呢 也可以呢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包一个168块的红包给自己 或者是在这个立春时间 包一个这个39块的红包给自己 其实这都是一个比较适合 今年2022年的开运密码 那么你只要自己包一个红包给自己 那么象征就是今年一定能够做事情 就非常有精神 而且呢一定会有丰收的感觉 老师可以帮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是168跟39 好 168呢 它是一个极强的谐音啦 168一路发 它是代表说整年呢 做事情呢 在求财的事情上面 就没有任何事情的一个主案 你是一路顺一路发 那么39这个数字呢 是专属于今年的一个开运密码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的今年呢 真的叫做任饮年 任饮年呢 在60的夹子里面 它是排第39的数字 数字编码上面有没有39结尾的 那么如果有39结尾的话 可以把单独把这一张钞票拿出来 放到一个枕头下面 或者放到红包袋里面 随身携带 都是属于能够忘运的钱母 大家赶快记下来 这很重要哦 接下来是摩羯座 摩羯座是准备一个虎年的吉祥物 就可以如虎天鱼 是大家都知道今年是虎年了 所以呢如果是说 对于想要开运的一个朋友来讲 虎这个图腾啊 是今年的最好的 也是最吉祥的一个幸运物 所以呢如果是说你在做生意啦 或者是出外旅游啊 或者是你要跟人家谈生意的话 我建议大家 尤其是摩羯座朋友 可以配戴一个虎形的一个图腾的预配 或者是饰品啊 那么你只要去跟人家做生意谈判的话 那么绝对你的气势会比较旺 比较足 就象征如虎天鱼一样啊 别人都会听你的 老师这个虎是一定要比如可爱型的 还是有气势型的 还是比较传统一点 有这种规定吗 我觉得其实就是 大家看你自己的喜好啊 有人喜欢比较就是 比较猛兽型的也可以 或者是可爱造型的这种 kawaii的这个部分也可以啊 所以呢虎的这个图腾 并没有信心说一定是什么样的造型 就完全是看你的演员很重要 就看到喜欢把它买下来 带在身上就对了 是的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水瓶座 穿金戴银呢 就可以富贵一身 好 水瓶座的朋友呢 在新春期间呢 最简单的开运方法 就是把你过去的一些 那个金银首饰 全部在过年期间 把它拿出来佩戴啊 大家过去一定买过很多的一些 什么戒子啦 项链啦 耳环啦 或者是说一些别针啦 那么在新春期间呢 就要把这些金银首饰呢 穿戴在身上啊 就好像穿金戴银就是一种富贵的象征啊 尤其新春期间 你去别人家里面拜年 或者走春啊 总是希望以最体面的 最靓丽的 或是最精神的一面 去跟人家道恭喜啊 所以呢 水瓶座的朋友呢 就是在春节期间 一定可以好好打扮一下 让你觉得 让人家觉得说 你一定是一个富贵人 这样子 再来是我们的双鱼座 如果穿红袜子的话 就可以增添红韵 是 在这个双鱼座的朋友来讲 在新春期间 我建议大家 不妨买一双红袜子 那么红袜子呢 代表是说 你走出的每一步呢 都是走入红韵了 红韵当头的意思 我觉得这个方法呢 其实在很多的明星 他们在这个参加 颁奖典礼的时候 也愿意穿戴红的袜子 来增添这个贵气跟福气 也象征是一种幸运的符号 所以呢 这个方法也推荐给 双鱼座的朋友使用 好 老师在这一段 帮我们解析了 十二星座的新春刊育法 在下一集 要为大家解析的呢 是这个健康运势 我们明天见